觀眾朋友我們早安 包括週末假期 今天要去哪裡玩嗎 那麼提醒您 最好還是要帶雨具 因為整體的天氣狀況 還是沒這麼穩定 不過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 今年到底什麼時候 會有颱風呢 我們原本預估說 颱風可能在今天就會 或是昨天就會生成了 不過目前來看 它還是熱帶性低氣壓 TD01 那麼主要呢 它是在菲律賓這邊 那麼受到了陸地影響的關係 因此它現在強度要增強 比較難一些些 不過還是有可能在今天 或是明天會來生成 那麼目前來看它的路徑 是朝北轉東北的方向 往這個琉球南方的海面 來做移動 因此對台灣是沒有直接的影響 不過就要留意了 它可能會帶來一些長浪 包含在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沿海 恆春半島 蘭嶼跟綠島呢 要留意有長浪發生 沿海活動多加留意了 那麼今天的降雨狀況也要來看到了 主要是以午後熱對流的形態為主 因此今天在午後 東半部地區各地山區 容易有較大雨勢 而到了禮拜一 封面慢慢的接近之後 全台灣的降雨機率就會增加 尤其中部一杯午後 要嚴防大雨了 那麼到了禮拜二 禮拜三 我們就看到了 因為封面掛在台灣上空的關係 因此禮拜二 禮拜三 降雨機率是最明顯的 尤其禮拜二 西半部 容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發生 而到了禮拜三 封面往南壓 因此降雨地區會變成中南部 以及東南部地區會比較明顯 北部地區的雨勢就會有所趨緩了 那麼再看到了 未來一週的降雨圖 到時候 禮拜四的時候 降雨慢慢的會遠離 不過各地水際還是增加 包含在中南部地區 雨勢還是明顯 禮拜五 禮拜六又有一波的封面襲來 因此到時候雨勢 還會再更明顯一點 而高溫方面今天還是偏熱 30到32度 未來一週溫度要留意 禮拜三 封面南壓 北部地區有一些乾冷的空氣 高溫下降5 6度 變成24 25 多加留意了 以上是這一集的氣象資訊 再把時間交換給單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